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非常玄妙的著作 也就是西方思想大家 尼采所著作的一本书 书名叫做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 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叫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哦 好说到这本旷世剧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我们先稍微了解下他的作者 他的作者就是尼采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 以及这本著作 其他很多知名的主播频道都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今天是用另外一种角度 来看看这本书的著作以及作者 作者尼采 他生于1844年的10月15日的德国 竹于1900年的8月25日 年仅56岁 尼采一年早逝的原因不是因为疾病 或者是意外 而是他著作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 四部曲之后的数年 他就自我了断了 而这系列的书原文也是德文 他所用的智慧以及词语 看似非常简单 但却常常里面会有双关语的产生 所以以文字来讲 他文字本身并不深奥 但是字意却是令人难以捉摸 怎么说 老师举例而言 就有点像我们中文里面的文言文 字分别起来都很简单 不就知乎者也 但是合在一起就突然变得很难了 老师用白话来形容这部书的用词好了 他就有点像什么 就像是两个情侣吵架 女孩子说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男孩子说我没什么意思 你现在你还就是觉得我没意思了吧 我没有觉得你没意思 那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没有你说的那个意思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你是什么意思 我就什么意思 所以你现在觉得我没意思了是吗 这段对话很好懂 也很难懂 要解释这段话里面的意思 里面的意思 就需要把每段话都拉出来 不同的情境去形容当下的意思 所以第一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就像是这样的对话 而他第二本续集就是为了解释 那个意思是什么 第三部的续集就是解释 那个意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那么到了最后一部 第四部讲什么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意思 总之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说 不晓得各位了不了解老师的意思 如果不明白老师的意思 我们就意思意思 就这样待过去了 不然就会变得很没意思了 而回到作者本身 最令人广为知晓的 并不是这一部书 最有意思的书 就是他在一本叫做快乐科学里面 所提到的叫做上帝已死 是的 上帝已死这句话 并不是尼采当独说出来的 是在他另外一本著作叫做快乐科学里面 所提到的 虽然他的书名是快乐科学 但是请不要真的相信 他是一本科普著作 如果你不相信 真的跑去阅读这本快乐科学 那么就会知道老师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而关于上帝已死这句话 其实并不如字面上所说的 上帝原本是存在的 然后后来消失了 这世界没有上帝了 因为上帝已经死掉了 为什么 因为尼采本身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 而尼采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所以他的意思要表达的 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尼采要表达的 是你应该先相信你原本不相信的事情 然后不相信你原本相信的事情 当你相信原本你所不相信的 不相信你原本相信的 那么一条崭新的道路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也就是基于圣经的概念 所以衍生出来的 不仰赖先知的神起 也不寄望于终极的救赎 当你不相信你所生性的 事物的另外一面就会彰显出来 也就是说 你首先必须相信上帝不存在了 那么你才能够体会了上帝的旨意 而如果你对上帝的存在 生性不移 无可动摇 那么我们必须否定 任何与我们现在相信的以外的任何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人生是一个球体 我们因为这个点 我们生性不移 所以说我们只能看到球面上的一个点 而不会去端详整个球体 更不用假如我们把它翻转过来看看 整个球体的球面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到底是我们是以权盖偏 还是以偏盖权呢 这如同心经里面所提到的 空不一色色不一空 很多事情不仅仅是一体两面 而更或许是一体多面 是空也是实 而当我们只有一个立场 就像查拉图 史特拉如是说里面所提到的 这些美德的小女子 别让他们争吵 别让他们为你争吵 否则你就倒霉了 对应到上面所讲的上帝已死的概念 那就是宗教战争 以及宗教之间的彼此其事 也就是彼此的正义 在发现彼此正义存在的时候 我们必须证明一下 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 而基于正义之下 我们必须消灭对方的正义 才能证明我们的正义的存在 人类就是一直在这样子的心情之下 不断的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 正义也是层出不穷 而对于正义的定义 也是不断的去改变 而回到我们本篇的真正主题 也就是查拉图 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查拉图 斯特拉这个人 他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其实是尼采虚构出来的人物 而事实上 世界上真的有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 但是尼采写的这本书 并非记录真实的查拉图斯特拉的传记 而是假借这个真实存在的人 而进行了另外一场现实 以及意志之间的战斗以及旅行 而真实的查拉图斯特拉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人其实非常有名 他是西元前七世纪到西元前六世纪所存在的人 大约是跟释迦摩尼佛差不多年代的 他创造的一个宗教 是一个善恶二元说的宗教 也就是光明与黑暗彼此斗争的世界观 光明与善的代表是善神 他的名字叫做阿胡拉马自达 各位你没有听错 就是我们看到车辆品牌马自达 他的源头就是这个宗教的善神 而二神就称作为安格拉曼牛 所代表的黑暗势力 既然是光明与黑暗 那么光明总要有一个代表 光明的代表就是产生光明的火焰 这就是后来传到中原的仙教 也就是张无忌修炼乾坤大挪移的波斯教 也就是魔教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拜火教 而有趣的地方是 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 他前四个英文字母就是ZARA 就是服装品牌的ZARA 源自于西班牙的品牌 而西班牙也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 或许这真的只是一个有趣的巧合而已 而尼采所著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本书跟现实上的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 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完完全全是尼采自己的意志 以及思想所写出来的书 跟现实上的本人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 这跟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读到司马祭祖问卜 以及铁板神术一样 都是甲介、刘姬、刘伯温 以及邵康杰的名字 所杜撰出来的 而整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 里面又分为四大部分 从开头的第一部分 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教 也就是从主人公查拉图斯特拉 30岁那年开始 离开他的故乡 到山里去享受他的智慧以及孤独 到10年后跟太阳呛声 说什么 说我要跟你一样伟大 但是我要下降到凡间去成为凡人 然后向俗世之人说教 广布我的智慧保障 到第二部分的拿着镜子的小孩 探寻的自我的多样性 到第三步的浪游者 述说的人与人之间的意志冲撞 也就是维度的平向关系 直到最后一部分的蜂蜜共品 把探球精神的自我高度 以垂直的维度观贯穿了天人第三界 一如人即神神即星的境界 探球类似五蕴六蕴之间 提升向上维度的概念了 而整部作品不能说全部 但是其中文章的至少85% 是没有基础连贯性的 我们几乎无法把它看成一部游记 而是一种观想的概念 就如同主人公下山开始 他就没有下山的意味存在 可以说什么 整部作品所遭遇到的事情 几乎都可以说是 在主人公的自我的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所完成的 他似乎就没有离开他的居所一步 但却贯穿了整个世界 而事实上 尼采这本著作 也仅仅只用了10天就把它写完了 而这里面的故事 无论你从哪一段开始看 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故事 而这种文体也类似圣经的文体 每一段都可以分开来看 组合起来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是老师的感觉而已吗? 不 如果你真的有看过这本书的 就会知道 在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的段落 结尾的时候 尼采都会加上一句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如是说三个字就包含了很多种意思 但是其中一种意思就是 这一段故事是他用比喻所虚构出来的 当然这部书老师非常不推荐各位去看 因为这部书虽然只有500多页 但是你每看一次 都会有不同的概念去传达到你的脑袋里面 就是你可能刚刚才看完几页 然后你休息一下 重新再看影片 又可能会发生到 里面有一些微妙不同之处 而如果你用快速阅读的方式 赶快把它看完 那么你会看到一个类似走马灯的画面 你还来不及反应 他就切换到下一个场景 而如果你跟老师一样 很认真的去看这本书 那你会发现 文字里面所蕴含的意识洪流 就会像大海啸一样 向你席卷而来 让你下不着地 上不见天 慌忙之中 似乎左边的人在哭泣 右边的人在嬉笑 上面传来乐器的声音 下面传来战争的怒吼 然后周围有无数人在跳舞一样 很容易陷入一个作者所构筑的世界里面 找不到出口 而且难以置拔 就如同尼采所说过的上帝已死的概念 当你相信与不相信之间 除非你能够明心见性 否则你永远活在别人制造的洪流之中 为他人的真理所摆布 而就结论而言 尼采这部书的开始就注定了他的灭亡 因为读这本书的人尚且都会如此 那么你写出这本书的作者 他的内心到底要经历了多少的折磨以及摧残 才能在10天之内写出这本创世的剧作 而当写完试不取之后 作者又该如何自处呢 在这个不在他的三千大切世界里面的世界中 他又如何继续生活下来呢 就像老师之前讲过的星座小熊座的故事 当化作母熊的母亲 见到自己身为人的儿子 却不能拥抱自己的儿子 而自己的儿子正在他弓箭 正要准备向自己射过来 那么这样的结局 无非是只能是母亲被自己儿子的弓箭射死 成为战利品 或是儿子突然化为小熊 而尼采他就选择了前往他自己的世界 或许在尼采他的世界观里面 死与心生都是同等的价值 以上就是生生上帝已死的尼采 所著作的超越极限的哲学思考书集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下一次我们来看看在中华文化近代思想中 富有逻辑以及生命科学的著作 廖凡世讯以及廖凡先师的故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记得不要去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太可怕了